嗨 侯侯大家玩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始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星期三 這天氣上 就跟先前我們預測的一樣 今天出現了一個小小的轉折點 主要是因為這個東北風在今天爭搶了 隨氣也比先前多 在我們北部跟東半部 雲亮也跟著多得起來 部分地區因為午後對流發漲 旺盛的關係出現了雷雨的現象 更有些地方醞釀的時間 拖得比較長 到現在才在下 而在我們中南部的話 天氣的變動並不會太大 不過一個依舊讓大家很有感的 就是悶熱的溫度了 因為今天白天的最高溫 又是衝到了37.7度 地點是在我們百萬族人的 三地門地區 而鄰近的幾個地方的溫度也都偏高 所以這張氣象局在今天 也發布了高溫警示 而且可以預測的到星期天之前 這樣的天氣形態 都會伴隨著大家 至於後期天的天氣變化 從衛星雲圖一起來看看 今日核卡之前想要提醒您的是 就是明天要出門的話 大家記得做好防曬的工作 可以看到在我們北方的封面雲線 持續地在向東移動 而且逐漸地遠離我們 而它所以會朝著這個東北方向前進 主要就是我們受到這個太平洋 我們東側的這個太平洋高壓勢力 就頂在這裡 所以這些沒有雲的地方 就是太平洋高壓勢力的所在區域 也因為高壓的存在 在我們中南部地區附近的雲性 其實不受到這個封面的影響 也因此我們預估明天全台 幾乎都是晴朗的好天氣形態 就算有雲性出現的時間也不會太長 所以這樣的炎熱的天氣要出門的話 請大家做好這個防止熱傷害的工作 而關係外的天氣上的變化 溫度上的成績 我們再重新來將這地面天氣圖來看看 又悶又熱的溫度 在明天白天又會再一次的上演 就圖卡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北方會有一道新一道的封面產生 同樣的不會影響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太平洋高壓勢力 就像一個金鐘罩在罩著我們 而相對來說對我們這個風向就以這個南風為主 暖熱的風勢催瘦進來 明天白天的高溫都會跟今天一樣熱 所以長時間待在戶外的話 就請適時的補充水分避免中暑了 注意玻璃頭跟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未定整理的傷害奇效 屏東的市值牡丹根滿洲最低溫 21度高溫是衝到32度 傾倒多雲的天氣形態 太五來一根春日最低溫 20度高溫來到了34度 森林門屋台根馬甲最低溫 17度高溫是有算4度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11度 高溫32度 注意短暫的雨勢 加義打理山 溫度是落在10到30度之間 溫差很大 南斗的原鄉最低溫降到9度地點 是在仁愛爾高溫30度 台中的和平溫度是落在12到30度之間 傾倒多雲的天氣形態 苗栗的原鄉最低溫是7度地點 是在南莊跟太陽而高溫30度 新竹的原鄉最低溫是3度地點 是在尖石而高溫28度 北部地處來根復興最低溫是7度高溫28度 多雲的天氣形態 宇蘭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溫16度高溫30度 降雨期會最高有8成 淮林的新城花蓮石跟吉安 最低溫23度高溫29度 秀林跟萬榮最低溫16度高溫30度 壽鳳跟豐冰最低溫20度高溫32度 鳳林光復跟瑞水最低溫21度高溫31度留意短暫雨室 華蓮南區的部分最低溫將到9度 地點是在佐西而高溫32度 台東海岸線的部分最低溫23度高溫 來到了32度 縱谷地區最低溫15度 地點是在海端而高溫30度 陸葉台東市跟北南最低溫21度高溫31度 南葵地區最低溫19度 地點是在金峰而高溫31度 雅美島村的蘭嶼溫度是落在24到30度之間 外島的廉江金門跟澎湖最低溫18度 高溫是來到了29度 外出看天氣讓您出門不露氣 明天這溫度的感受會是比較舒服的時段 大約會是落在清晨跟入夜之後 主要是因為這個白天陽光一露臉 這溫度就會不斷地往上飙 到時候出門就請自己多加注意了 而我們也預估到了星期五的時候 這天氣還會有另外一波的轉折 到時候東北風會再度地帶來涼涼的空氣 在北部跟宜蘭的溫度降伏會是比較明顯的 至於其他地方的話 悶熱的感覺依舊是退不掉的 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氣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 世情平安